用那个 呃 附一下啊 附一下就可以开始 青椒啊 青椒的话应该很方便的 这个注意一下阔府的地方 然后8点833 你试一下 这是833啊 这个买那种贵一点的 不要买6块的啊 买8块的啊 进食大概10秒钟左右 或者半分钟 要它那个胶泡起来 泡起来就非常好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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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擦掉就行了啊 慢慢的擦掉 擦掉的话会非常的干净 其实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 X的 或者是 XS XS Max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啊 不管是换tp 换那个 换盖板啊 都是这种方法啊 换盖板啊 换盖板啊 是非常好清的啊 而且方向还是非常低的 直接扯掉就行了 扯掉是最干净的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拿掉 然后这边就可以拿掉 这些扯掉就非常干净 然后贴盖板或者贴触摸都可以啊 那边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嗯 内屏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不要汗 直接扣 嗯 没有3D的 我只看着也要3D的 这个没3D的 没3D就好了 以后没3D做了 嗯 别明映的就是3D 就是 这一块的话 它是 大牌是带AC的 然后触摸是带IC的 具体它的功能 还有带研究啊 然后 然后 我们会把大牌绿牌 玻璃 都展开 它这里只是一个散热贴啊 是没有3D 是一个外挂的一个触摸啊 它触摸跟屏应该是 关系是不大的啊 具体IC不匹配的话 要后期还要研究 嗯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